有聲音嗎 各位早 感謝各位今天來到這個BSDW 還有Cat System Workshop 合辦的議程 那早上第一節的議程呢 是由您上至SDLing 他所帶來的 我看一下 我有點緊張 這個Software Update for Embedded Systems 那SD的話 擁有交通大學 計算機網路的碩士學位 目前在Hoksa的嵌入式Linux開發中心 代理了對研發工業級的Linux Distribution 他的研究興趣包含了嵌入式Linux 網路安全 我想說這是留著講者 這個還是有聲音吧 這樣講者聲音會比較好 我玩這個關掉 他興趣包含了嵌入式Linux 網路安全還有開業的專案 身為一名DEPEND開發者 他還投入了各式的開業項目還有社群 那目前SD他也是Linux Foundation的Civil Instructure Platform 在專案當中領導Kernovo Groover 同時也在技術指導委員會當中 擔任來自MoxR的代表 那SD會在9月底的Open Check of Groover 去分享Opensource Office的西路歷程 而10月底會去法國 參加一杯的Linux Conference Europe 去分享阿維吾Linux Kernel的經驗 這個關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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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機會 有機會 他沒有人 可不可以 又可以 他沒有人 他沒有一個 這個關掉 10月底回去法國 參加以貝殿Linux Conference Europe 分享維護Linux Kernel的經驗 歡迎各位參與 雖然在法國 那接下來我們把現場交給SZ好了 請大家鼓掌歡迎他 謝謝各位同好 非常感謝 因為要禮拜天這麼早起 真的是連我自己也很難做到 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題目是 在嵌入式系統上面 做軟體更新的一些經驗分享 一開始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軟體工程師 然後業餘時間呢 我是Debian的開發卷 然後同時也是Nebian Foundation Project 下面CIP的技術委員會成員 目前帶領Kernel Team 我們跟很多Kernel Maintenance 還有各公司的RD 一起做長期委員會的Kernel這樣子 那如果想要找我 想要聊技術 想要從內子工 聊到外太空 都可以透過我的部落格來找我 那我這邊有QR Code 大家如果想來找我 就來這邊找我 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用Open Source 這是一個決策 你們要知道 每個決策都有代價 用Open Source的代價是什麼 第一個 你要注意Copyright Copyright就是著作權 第二個 你要注重的是專利 因為很容易不會誤用 或者是沒有遵守一些授權條款 導致最後一些法律訴訟的問題產生 所以如果各位有決定說 使用Open Source的話呢 這兩個要非常注意 諸作權跟專利 那諸作權跟專利有什麼不一樣 諸作權是你只要產出 天生就會有諸作權 可是專利是屬地主義 也就是說你要去 該國叫去申請 而且要符合專利三要素 吸引性、進步性 跟產業利用性 才可以申請專利 那專利申請完要公告 要公開 然後經過 Source 的流程、方法、教育訓練 跟工具都有在裡面 Open Source Ninus Foundation基金會 上面的專案 它會成立是因為 這幾年的開源訴訟案太多 所以說 Ninus Foundation想要有這個專案 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遵循開源的一些授權條款 符合裡面的義務 那另外的話 專利的話 有一個組織叫OIN 這個組織呢 它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打造Ninus的 非訴訟的一個圈 它把一些核心的技術定義出來 然後呢 不在這個技術裡面 做專利訴訟 目前加入的公司大概有三千多個 那這個組織呢 加入不需要會員費 只是要把那個核心內的 專利貢獻出來就好 那大家如果有看新聞的話 其實去年底呢 他們OIN最大的訴訟的對手 微軟也加入了 所以現在微軟也在OIN裡面 那在OIN裡面的公司就是互相專利 那我這邊再提一下說 要用OpenSource之前呢 你們要注意 一些Policy Ambassus Tool跟Chain這邊都很注意 你們也可以去看OpenChain的規範書 這是有認證的 那2.0版呢 是在5月的時候 正式的釋出 那繁體中文是小地方的 然後有陳蝦來幫我領域這樣子 那有興趣的話 這邊有QR Code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說 要用OpenSource 該怎麼管理 該怎麼遵循它上面的義務 會比較有一個邏輯 系統化的處理這樣子 那我這邊有把OpenChain的規範具象化 就是劃成表格 也就是說像 你要符合這個規範呢 你必須要有Policy 要Contribution的Policy 然後要有一個方法 給AB知道 接下來 要怎麼跟他們做教育訓練這樣子 那包含下面的文件啊 還有一些 對外的Content Info 還有Defilement這邊 要做什麼Review啊 做Release啊 還有做Contribution Process 這其實身為RD很容易忽略 因為我們往往都是為了 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任務 在客戶發標前給他產品 所以說我們習慣久了 就很容易忽略掉一些事情 尤其是License 那這個如果RD不寄把關 其他人就知道說你完成任務 東西可以動 客戶點頭買單這樣 但其實不知道你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說如果到時候出了什麼 輸出來其實是很麻煩 好 那這邊最後呢 跟大家分享 OpenChain 就是剛才提到的 這個流程制度 可以做一個遵循 SPDX 是交換資料 License 的一個格式 它讓不同的檔案 可以透過SPDX 這種統一的格式 去交換彼此的License 然後最後一個是Forsology Forsology 是一個Open Source Tool 那這三個其實都是Needer Foundation的專案 Forsology Tool呢 它可以讓你去掃這個Open Source 用什麼License Open Source用的License 對我們很重要 因為我們不會去用一些會有問題的License 最後就是Open Source 在9月 OCF就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跟OpenChain 會辦一個Workshop 對 那在8月27號前是邀請制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 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可以幫你申請一下邀請碼價 那8月27號之後就是公開了 那這中間呢其實邀請到 像Needer Foundation OpenChain的GM 還有Anasonic Sony的人來分享 Open Source要怎麼用 才會合規 好 回到主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需要Song Update 為什麼需要Song Update 基本上不外乎三個需求 修問題 新功能 然後增進原本的功能 也就是說 你可能 要修BUG 你可能要修安全的問題 你可能 有新的功能 或者新的程式 有可能是 你有一些原本的東西 想要做改進 改善 rehancement的動作 那 以我所在的行業來說 我們的 產品 起碼都用10年以上 那10年中間 如果出現了什麼 一些議題呢 勢必要透過 有效率 而且安全又可靠的分位 update工具 來做 達到我們的目的 這樣子 那你們可能說 我用的東西很穩定啊 而且我用Stable Kernel 怎麼會出問題呢 可以看到說 Stable Kernel 這是目前的列表 最新的是4.19 文物量 那Stable Kernel規定說 他們只說 Bug Fix 跟Security Fix 給大家看一下 4.19 這是今年喔 2019年喔 4.19的 Security的問題 包含有到 十分的 都是在 五六月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所以說出現這個事情呢 通常客戶就會 就會來關切 即便他不知道 會不會被攻擊 他就會說 欸 你們有沒有安全修補 十分耶 同志耶 那這時候 我們必須 甚至要提早做出反應 那我們這邊呢 其實有跟 外部的 Needness Foundation 還有一些其他的公司 一起合作一個專案 我們試 自力打造一個 長期維護的 Kernel 然後呢 除了修補安全漏洞之外 我們會有一個 Kernel Patch 這個全部都是開源的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 QR Code 看到 那這個 我們是跟 這邊可以看到 是跟Ben Hutchins 合作 那這裡呢 主要就是修補 Stable Kernel上面的 安全漏洞 也就是所謂的 CVE CVE呢 是安全的 一個 修補的 一個編號 所以你可以看到 CVE 2019 就像我剛剛 這邊列的 每一個漏洞呢 都會有一個編號 然後他會說 這是什麼問題 然後可不可以遠程攻擊啊 等等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Stable Kernel 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3.16的Maintainer 是Ben Hutchins 那一樣 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跟Kernel Maintainer 一起在打造 維護 長期這個Kernel 所以說 Ben Hutchins 營造我們的狀態 是同一個人 那除了Kernel之外呢 其實還有User Space User Space 最常見的是什麼 GLAB-C 很常見嘛 我這邊只列一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GLAB-C 2019年的安全漏洞 基本上 五分以上 四五分以上 就是應該要修 就是建議要修 那講那麼多安全漏洞 就代表說 我們需要更新風味 要更新的機制 那如果有人跟我說 我的東西都不對外 最終還有一個大魔王 叫做2038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個 動畫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是因為 在32bit的機器上面 所有的time stamp 都是從1970年 UNIX time開始跳 跳跳跳跳跳到2038年 1月19號 這32bit呢 你解決就會 overflow掉 可以看到 就會變1971 1901年 12月13號 所以說 2038年 1月19號 所有32bit的機器 都會overflow掉 所有 除非你現在 有做任何的處理 那這個問題 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問題其實 牽扯的範圍非常的廣 從Ninus Kernel Kernel Driver GLiveC Userspace 全部都會牽扯到 那目前的進程是怎麼樣呢 Kernel在5.4的時候 基本上應該把2038的問題修掉 所以 5.4 5.3 5.4那邊 應該是 沒什麼太大問題 不過 因為之後會陸陸續續測試 如果有問題的話 會持續更新這樣子 那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 GLiveC 我在6月的時候 有時候收到Dex Dex公司就是做U-Boot那一間 他的CEO就寄了一封信來 說 GLiveC的進程 2038的進程 看起來有些停滯不行 果不如其來 到7月的時候呢 就有新聞爆出來說 GLiveC很慢的進程 會讓2038的問題 會卡住 很有趣 我們那時候在討論2038的時候 然後 就會問 在座的各位 誰超過35歲 那可以出去 因為那時候退休了 你不會在意這個問題 因為 2038其實還有將近20年 沒有 那是一個很有趣的對話 那 你們就會說還有20年 19年 為什麼他現在在修補 因為在很多應用上 譬如說 軌道交通 電力市場 捷運 高鐵 車面系統 很多都是用20年 你就想嘛 台北捷運兩年換一支系統 你敢搭嗎 所以基本上 這種城市基礎建設 機器 或者是平台 他都是為了 穩定 可靠 安全 長期維護 他不會隨便都修改 所以說 尤其是鐵道交通 他有一輛車賣出去 他可能就要跑個20年 你要停 可能人家還不讓你停 你就想說 捷運如果一天停下來 大家怎麼辦 所以說 尤其是在這種工業領域 城市基礎建設上面 長期維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將近20年前 那19年 就開始在討論這些 那至於 結果會怎麼樣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因為連DANKS 都跳出來說 現在太慢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一些 關鍵人物已經有 已經有出來講話了 來看一下怎麼推進這個進程 然後在10月 Embedded NINUS Conference Europe 我們會討論這一題 那繼續往下 可以看到說 這是一個在 另外NINUS上面的機器 基本上的一個架構圖 這裏面的軟體元件 大致上會分成 Architecture Dependent Firmware 如果以奧米來說 可能就是ATF 那再來是Bullloader 當然有 FirstBullloader SecondBullloader 然後Kernel Kernel或者System Core Interface 會對接到可能是 User Application 或者是 ZUC Library 那接下來還有 Unit System 上面就是 這邊所謂的 User Space User Space 包含主要User 5 System Kernel Space 就是這邊 那為什麼會列這個出來呢 因為 這個就會告訴我們 有什麼要更新 我這邊有整理了一下 你可能會需要更新的東西 第一個 可能是 Ferniflow的Device Framework 這個就比較小 可能是Wi-Fi 或者是Cellular 等等這些周邊 等一些 Framework 那更新的平均其實不高 然後風險也比較低一點 因為你系統沒有死 你系統沒死 你系統沒死 一切都好談 周邊都可以救 那再來就是 比較接近 系統Bullloader Bullloader如果更新的話 其實不大 那 它的風味都不大 那 更新的頻率也很低 因為它做的工作比較 單一 比較精簡一點 那就是初始的話 比如說 硬體啊 然後 Initial 主要的低潤啊 然後把壓縮過的坑 斬進來 讓它自己解壓縮 但是有一些 安全的液體會 把Bullloader 會再進化一點 變成 Rule of Trust 整個 Trust Chain 所以說 有時候 在安全的場域上 會需要Bullloader 做更多的事情 Anyway 就是說 如果Bullloader 掛的話 基本上會開不了機 所以說 Bullloader這邊要特別注意 Device Tree也是 因為 如果使用Ninus 然後尤其是3.2 kernel之後 如果沒有Device Tree的話 基本上也是開不了機 然後接下來 Ninus kernel就不用講了 Ninus kernel 基本上 5Mbps以下 就壓縮過 基本上都是 都是可以的 那 我寫小於十面 是因為有些時候是不壓縮 那有些時候 你是會 包山包海的 把一些 Kernel Module 都把它Bullin進去了 也不是用Majic的型態 那是某些特殊的情況下 那再來就是Lubi System Lubi System的Size 就非常的多變喔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用 VC Box 當你的Lubi System 你可能用 Uroot 譬如主欄 可能用Yacto 那你可能用 Send OS Debian 來當你的Lubi System 有的人就會說 像用Debian 這種Distro的 當Lubi System 它就會變很大 這句話是 對 也是不對 為什麼呢 如果你沒有修改的話 D4的Lubi System 可能就好幾Mb 好幾百Mb 四五百多可 可是你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去優化 你去刪減 你去整個 Tuning過了 我曾經Tune過 二十幾Mb的Debian Lubi System 而且有System 但重點就是你要知道 什麼可以拔 什麼不能拔 因為一拔可能就 就拔 對不對 像一些Documentation 都可以拔 然後Dependency 有一些可以拔 很多 那有 有興趣 我們會後也可以交流 好 那如果發現 掛了話 你SysPenet 或SystemD 弄 SysPenet 進去 等等等 也是會卡 那更新Application 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系統沒有掛 系統沒掛 系統沒掛 一切都好談 那再來就是System Communification 這邊的話 也是比較低一點 那知道 我們要更新什麼呢 接下來就看一下 尤其是我所在的環境 我所在的環境 是比較嚴苛的 譬如說 Harsh Environment 他們 可能在比較 落後的國家 或者是比較 落後的地方 他們是會隨時斷電 他們網路是會隨時不見 像一些第三世界 他們可能一天就平均 斷電個六小時 他們都很習慣 因為就是 基礎建設不足 那萬一不小心 再更新到一半 斷電 你們手機不是都會更新嗎 他就特別提醒你說 更新時請勿斷電 他就特別highlight 那如果這個時候 突然斷電怎麼辦 再來 通常 這種工業應用 或者是 程式基礎建設的東西 或產品 他都是放在 遠的要命的地方 很有趣喔 我之前有一個 經驗是 有廠商跟我講說 他們的需求是 絕對不能死 你可以performance低 你可以落後站低 你可以死那樣 就是不能死 那我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死 他就說 因為機器一死 代表 兩張機票 兩個人 然後下完機票 就下完飛機之後 兩張車票 車票完 再走兩個小時 然後呢 到當地 再回來 為什麼 因為很多 譬如說風力發電 他都是 設在離岸的地方 你不可能設在大都市 所以他說 千萬不能死 一個人很貴啊 機票 又要車票 又要走路什麼的 來回 這樣成本非常高 所以 很多這種工業 或者是 程式基礎建設的 公司都會要求說 千萬不能死 你怎樣都好 就是不要死 接下來就是頻寬 是有線 就像我講的 他們都是放在很遠的地方 你不可能拉有線 不可能特別為了他 布了一百公里的有線網 那你一定透過無線 可無線 4G要很貴 Wi-Fi 基本上你做不到 因為Wi-Fi的話 你可能要 布Wi-Fi的線 要不然 你就要 用Mesh 可是你為了這件事 用Mesh 用Wi-Fi 不make sense啊 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應用 都是用4G 或者是LTE 或者3G等等 就是這種cellular 那cellular又很貴啊 所以你如果 頻寬 吃滿 他就停住了 那停住 更新慢 會有什麼問題 會有更新上的意義 你如果 設計的不好 你是邊更新邊下載 那你可能拉個五個角色 然後都不用斷電 所以這邊其實 又牽扯到你更新的機子 再來就是說 有一些場域會需要 多個版本 他們希望可以隨時切換 他們可能在某個應用 想要A版本 某個應用想要B版本 所以他需要同時 B系 這跟Snapshot有點不一樣 因為Snapshot 是隨時 就是一個快照 可是他這邊是 滿多的應用師 需要兩個版本 三個版本以上 切換 再來就是 你可能會有很多的機器 需要做更新 產線上網台 你要怎麼做管理 最後就是 像這種 城市基礎建設 或者是工業的 長期 基本上 十年是跑不掉的 OK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要更新什麼 我們知道 目前的長期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 我們怎麼更新 更新的方法呢 基本上 不外乎這四個 第一個就是 透過有線網路 這是最好的 因為成本最平的 最可靠的 第二個 成本比較高一點 而且訊號可能 會受干擾 下雨啊什麼的 就是透過Sendry 而且成本真的很高 然後第三個就是 這種透過USB的更新 最後一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兩張車票 兩張機票 就整個人訊 那可能 他沒有辦法 透過USB Storage 去修好他可能 要整個拆開 很多 要看你的系統 要怎麼設計 所以說 這邊是要分享的是 一些透過 這些媒介 可以更新系統的 那基本上 很少是 會發生第四個 通常 前兩個希望要處理掉 好 那我這邊呢 剛剛分享了 有什麼要更新 然後 所在的環境 場景 以及 更新的方法 機制 最後要 跟他分享一下說 更新呢 有什麼 基本的需求 第一個就是 Fail Safe 就是不能死 怎麼樣都不能變磚頭 第二個 就可以Roll Back Roll Back 其實另一個好處是 你更新的氛圍 發現 欸 有問題 你還可以 來到前一板 然後你也可以打Fail Safe 那還有就是 Exception Report 這也蠻重要的 要不然 你在很遠的地方 其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這Signature呢 其實是為了 很多 security的一些要求 就是你要怎麼證明 這個Fail Safe 是我們公司 這個廠商 出來的 你要有Signature 數位前章 來確保這件事情 還有就是 因為我們的系統啊 可能會是多變的 它可能是Name Flash Name Flash DMC SD卡 USB 等等 但因為像 Name Flash 它沒有Ware Leveling 它沒有上面的FDM 所以它是 動Block型態 那有沒有辦法去守候這個 Storage 接下來是比較 研發方面的好處 就是 可不可以跟Fuse System 做整合 這個 其實對RD是比較好 對客戶是沒感覺的 但其實我們 常常會不會這樣 就是 遇完之後 然後 你要怎麼做更新 其實會很麻煩 那最後一個就是 可不可以Remote Access 要包含 Back End啊 什麼之類的Support 那下一個呢 是比較進階的功能 進階的功能 就是Online Offline Update 然後以及 要不要加密 那用什麼加密 這是另外的故事 那接下來就是 第二個 Update 是說 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更新 平衡可能很珍貴 更新的 整個資源浪費很大 所以說 我們希望 更新的Size 越小越好 那如果你沒辦法 去修改原本的機制 那你就去修改 只修改 就是只有修改的地方 去修改就好了 所以這叫Delta Update 第一 你只動有動的地方 而不是全部耍掉 好 那下一個是 Successful Update Detection 就是說你的機器 成功更新的 可不可以偵測到 自己是成功更新 而不是失敗更新 最後一個 是 比較 Advanced 可是大家應該都 比較有感的 就像 一些防讀軟體啊 或者是Windows 它會主動推播 或者是Android 如果有一些 Enaval的功能 它就會跟你說 要更新 然後有些會自動幫你更新 然後自動幫你重開機 但因為其實在 城市基礎建設 跟工業領域上 不太能夠接受這種Down Time 所以這種的話 你可以推播 可是我會建議說 讓使用者來決定 到底要不要更新 因為 你過往經驗 這種 更新時間都是凌晨三四點 沒有人的時候 這樣 好 那更新的方式呢 其實不外乎這四種 第一種 比較暴力一點 就是我什麼都不管 我就全部刷掉 就跟十年前一樣 二十年前一樣 我就全部刷掉 對啊 成功成功 失敗失敗 我也不用那麼複雜 可是它Size就很大 就全部了 那Size大 就會有很多 議題你需要去Handle 例如說 Size一大 你就增加了斷電的風險 那你就要去處理那部分 然後又要更小心 然後Size一大 你可能透過司機的更新 你的錢就變多 一萬台 那流量是很可怕 三萬台都是很可怕 所以說像 第一個是全部刷掉 那 非常花時間 可是非常簡單 因為你就是全部刷掉 那第二個就是 你只更新 有修改過的File 那這個Size 就不一定 因為不重要 你寫的那個File多大 你要更新的File多大 你要更新的File多大 這個 複雜度也很低 因為你就知道 你改了什麼 就去更新就好 可是這有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管理上的議題 你怎麼知道這一版 改了什麼 你要用什麼 去管理這些東西 所以 基本上蠻多都是用 所謂的package the best package best 譬如說 DEB格式 RPM格式 等等 它可以去記錄版本 然後去 去看這些資訊 所以你知道每一版中間 的版本資訊 非常知道說 它到底是為了什麼 但 就像我剛才講的 size跟time 的話是非常多便的 尤其是 如果沒有專家去研究的話 可能DEB就會變得超費 你裝一個東西 它可能dependence 拉了兩百年下來 都有可能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delta base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你只改 有改的地方 而且是用delta的algorithm 像很多algorithm 都是binary的dif 它不是soscoeddif 它是binarydif 它就打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 那dif呢 可以用舊的binary dif 產生新的binary 這是用演算法 只是呢 它的複雜度就很高 所以說 這個是size小 時間少 比較少 然後呢 複雜度很高 因為你要用演算法 你要去驗證說 真的產出了回來 你要去確認自己自己 所以 你必須去了解那個演算法 在做什麼 不同的使用場景 就要用不同的方法 沒有最好的方法 只有最適合 就像找老婆 找老公一樣 不一定是最帥的人 才最美人 當老婆當老婆 是最適合的 所以說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什麼方法是適合的應用場景 以及你的系統設計 為什麼提到系統設計呢 因為其實更新機制 跟系統設計 非常有關係 如果 我們的設計 是全部都是一包 完全沒有模組化 那你就是全部全部更新 完全沒辦法猜 那一般來說 partition會分成這些 像 Uter Data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Frontwork Middleware Library Nex-Carnal Device Trigget Blow the Comfortwork 那 左邊是OS 右邊是WooFi System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 為了讓它不要死 有兩種方式 有一種方式叫做 A Symmetric 非對稱 一種方式是Symmetric 對稱 而Symmetric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有一個Main OS 但其實 除此之外 你有一個小的 Tiny Recover OS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Main OS 掛 這個Recover OS 可以開機 去接手 然後去修補 這樣子 所以說它可以達到的好處是Fail Save 可是它的代價是 當碳會拉長 因為你要去修補 你給它重新下載一次 你給它重新驗證 你給它重新可視化 等等等等 很多動作 所以說其實有另外一個設計 叫Symmetric Symmetric 這個就是比較暴力一點 就是說 我就放兩個OS 然後 這兩個都可以動 第一個不能動的時候 我就換第二個 我永遠都可以開機 那這個好處 跟剛剛就是互補的 就是說 這個好處是 你的更新是不會影響 然後就可以roll back 你不會洗機 但是你就是要有兩分一樣 差不多大小的OS 那如果有人說 什麼時候用什麼設計 其實沒有一定 譬如說 你用很low end 的 cost很低的 成本要求非常低的 你可能就沒辦法 用這種設計 你可能就是非常 你可能放個BC box 在裡面 做recovery always 可是如果你用的 硬體資源 比較豐富一點 比較好一點 你可能 就可以考慮用這種 右邊可以減少dontime 同步的一些機子 然後除此之外 它的設計複雜度也不一樣 就當看你在什麼 應用場景 你的需求 是什麼來決定你的解決方案 好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在工業呢 有很多複雜的場景 譬如說 葛道交通 電力市場 航運 挖石油 智慧工廠 每個場景 用的都不一樣 因為你要看 它的場景的 適合度是什麼 那我這邊最後 就是分享說 市面上有哪些 open source 可以做到 soft update 的這個目的 這些都是方法 沒有最好的方法 只有最適合的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個是soft update 然後呢 它有支援fail save 它有rollback 那它有支援delta 這種finery 它是用labs sync的演算法 那它有支援synch 所以說 如果你對系統 有安全性的要求 它是有支援的 那此外呢 它也支援 像nameflash noflash EFNCR 等等等等的 storage 那最後就是bue season 整合 現在最流行的bue season 主流是兩套 以前路式來說 Embedded 一個是yato 一個是bue root 那其實有第三種 是那種 Ninus Distort 像debian synch 他們其實也有bue system 那我這邊 就先不提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好 那以soft update來說 yato 跟bue root內建 都已經有soft update 所以說如果你用yato bue root 可以透過soft update 去產生你想要更新的東西 那AUC呢 它也是一樣 有支援 failsafe 跟rollback 但是它用的 也算法是不一樣的 在delta update裡面 它是用catsync 對這邊比較不一樣 那另外呢 它也支援 這種千張 或多個這種 device 有storage 然後它跟nacto 跟bue root 都有做整合的動作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呢 因為有做整合的動作 所以提升很多用量 因為很方便 那最後一個是oes tree oes tree呢 比較是 我比較不會在千錄式上面用 不過我還是列出來 因為蠻多人用 oes tree呢 它沒有failsafe 可是它有rollback 然後它也有delta update 還有signature 然後因為 它主要不在千錄式上面用 所以 那種storage的話 我確定它有的支援 那另外它有在圖裡面 那其他比較呢 譬如說 我剛剛有提到 非同步跟同步的 這種設計 像sofailda 跟ruz都有支持 那oes tree 只有es metric 那以type的方式的話 像sofailda oes tree的話 只有failda language的話 一個是c99 一個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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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就是 呼應到前面 用之前 要看一下它的license 像sofailda 它是用 gpl 然後 open ssl exception 因為open ssl 跟gpl v2是互次的 你不可以併在一起用 那好消息 是open ssl v3.0 之後 它改用apach 所以這邊的話 就可以 看一下 因為 這邊額外講 就是說 apach 跟gpl v2到底相不相容 可不可以一起用 apach 基金會的人 說我不建議啊 所以可以相容 可是gpl的 那個 代表 就是sdome 就是說 不行 不相容 為什麼 那sdome大家都知道 you trustsdome 為什麼 因為gpl v2 它沒有去講到 專利授權這一塊 apach 有明確的定義 專利授權 專利反制條款 以及相關的意義 所以這邊是負一致 所以 它會覺得不相容 所以就是 一個授權 來個表述 好 那iUC呢 就是lgpl lgpl就是你有改 在open source 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 open source 我們最怕什麼 最怕它的 維護者跑走 然後不跟你講 然後就默默的 就放在那裡 因為我常常遇到很多 好的呢 是跟你講說 對不起這open source 不維護了 有沒有人要去fork回去 繼續維護 這是好的 那比較 沒那麼好的就是突然消失 然後 一年都不見 然後兩年都不見 然後突然又回來 然後又消失 那我還遇過是 明明很明顯 它已經消失 跳去別的地方 然後 都不跟大家講 所以它的 那些github的open source 就放在那邊 放很久 然後沒有更新 所以這邊很重要 好 我們看一下 Software Day後面的supporter 是Dex Dex Dex 就如我剛剛講的 它是uBoot的公司 是在德國的一些 Software Consultants 那iUC這間公司 也是Software Consultants的公司 有公司在後面support 是很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開發者需要吃飯 如果沒有公司支持的話 他們就是業餘時間去做 你不可以叫他們 情況而作用 他們也是要吃飯 對 那all is true的話是 就是genomes在後面support 這樣子 所以說看support 都會知道說 這個專案 它的延續性 程度還是怎樣 那github style呢 可以看一下 他們的熱門程度 然後user呢 也可以看到他們的 活躍程度 像西門子 就用Software Day 那另外就是Andex的話 才是用OSG 那以Debian的話 Software Day跟IUC 都還在打包 那Software Day的話 已經推上去了 那contributor也可以看一下說 目前的活躍程度 這樣 好 那這邊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Software Day的話 它現在已經推上去了 那我在4月的時候推 所以現在還在省 大概再過一陣子 再過幾個月應該就 有機會進去 因為推進去之後 這邊的CI啊 reportational view 就可以去做長期溫度 好 好 那我的分享就這邊結束 如果想要討論更深的議題 或者是想要聊開源 聊內源 Innersource 都可以來我們旁邊的boots 來聊天 謝謝大家 那最後就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QMA 想要交流的 或者私底下來交流也可以 那一個問題 是一開始 那一個既然 那一個區域 那樣少的一個方式是 你把整個 從頭到的 限制到的 外線都開放 但是 關於入社貼塔 在東中這邊是 不重要的嗎 就是 他們貼塔後面 怎麼會開 你不需要配達或什麼 這邊的話 其實 那邊 會客戶自行開放 而且客戶不會讓我們看 他會不願意分享 因為那邊是他的核心架子 那是這些收稿 對你們可以怎麼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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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他必須看他的 格式 種類 然後我們會給他見 對 這種東西是你問他 他都不會跟你講 但是好像跟他親戶 沒有朋友 是 還有人有其他問題 想去出來的嗎 我想請問就是你們那個套件管理部分 對於那個signature要不處理 比方說 我是 有一些套件有可能是 他的signature 就是包在一起 然後算那個hash 那如果只是 我針對幾個檔案 去做update 那這個signature 會不會就是有 不一致性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說 現有的那個open source架構 你知道 那個signature 部分是不是有一個 比較開放的機制 就是可以讓大家去開發 那個remote sign 這樣的機制 因為你的sign的方式 不能只是用 一個公開的public key 去sign它 對 那我想說就是 比方說 那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做這種千章 不會算hash 基本上都是用 這種 非對稱加密 因為hash跟tracksound 它只能確保 這一個frontware 或這個software 沒有被串感 可是它不能保證 發行者是誰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man in the middle 把這個東西串感掉 可是它tracksound 跟hash都對了 只是它不是原本的發行 所以基本上 我們是用這種非對稱 那非對稱呢 有兩種方式 一種叫PKI 一種叫PGP 一種叫PGP 這兩個不是互製的 是互補的 PKI是這種centralized PKI你要用RACA 加一個系統 它是centralized PGP 它是decentralized 所以比較多千度 是都用PGP 來做這種signature 或很加密 那 所以說 你要把你的系統 跟PGP做一個整合 如果你是用非對稱 然後是分散式 可是如果你的系統是 這種中央集中式的 centralized 你可以搞用PKI 就是使用環境不同 用的方法不同 那一樣 非對稱的話 你可以選用譬如說 RSA 或者是組成雙曲線 那D5V key 我建議不要用remote sign 就是remote的話 最好是eternalremote 因為如果你放在外面 你不知道它哪一天 包的關係 因為它打死都不會成分 所以Private key 最好是把 過來自己手上 那 有些比較 要求比較高的 它都會要求 Private key 要切成好幾分 譬如說 我們五個人 這個Private key 切成五分 那我只有五分之一 那我們要用的時候 其中三個人合體 就可以去清 那這種演算法 所以 透過這種機制 你可以去建立自己 對 對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接下來就 剛剛跟這最後一個問題了 那如果各位接下來 還想要跟SE交流的話 他們攤位就在旁邊 歡迎大家到他們的攤位去參觀 而且 接觸就跟他交流 好 那 謝謝各位 這一節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下一節議程是 BSEW的議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留下來繼續聽 謝謝